请看一下 这左下角这一块 是准备要让你用插入文字方块 你就可以去做知识的撰写 这是请你做的 举例来说你看到了什么 当我点选2018年 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还是看到科技类还是独占熬头 可是原本立棉表现在第二名的家具类 它变到第三名 这就是很重要的重点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会操作 Ctrl键按住 Ctrl键按住点加句 请问一下 在这里面 哪一个子类别 销售下滑 听得懂吗 刚刚是类叠 主类跟子类知道吗 主类跟子类是有重属关系 我们主类是在看到它从第二名跌到第三名 那你当要从子类去找 找什么 谁往下降 谁在减少 原来是这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叫做 Books 书架 Bookcase 对吗 好了 那我接下来要询问你们问题 请你仔细听好 在2018年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是这种情形 家具类 家具类从第二名跑到第三名 这是我们要去探究 为什么 是什么子类别 下滑所导致 那请问你在2016年 请问2016年 我要我要去看的是哪一类的产品 请问2016年我要关注的是哪一类产品的减少 是不是第一个 科技类 可以吗 那一定会有同学说 第三个也在减少 第一个是公司的最主要的主力类别产品 可以了解吗 再来 卡错键点选 卡错键点选科技类 请问你现在看到 哪一个子类别的减少影响最大 因为这边是减少 所以你这边是要看减少 对不对 谁的减少最大 一定是这个 因为这是有按照顺序排列的 因为这是有按照顺序排列的 有看到吗 这个是什么 Machine 有听懂吗 请你们在这边写下来 我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听懂了 然后请你回去写 这边至少你可以写出五项 你老板要你做的就是这些事 你以后你到外面去工作 你就是要告诉老板这些 他才能够去管理 听得懂吗 你觉得你将来是要做管理 还是要做 就是说写程式 还是要去做 我要告诉各位 我最早我也是练资讯工程 可是以前我从来都不写备注 到了30岁 我批命写备注 到了40岁 不看程式了 真的请你们 好好的把握 不负少年时 继续加油咯 赶快把刚刚我所讲的那句话 写成知识